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来一起聊一下Python它的一个未来的前景 当然关于某一个语言的前景,主观性是比较强的 通常来说的话,我们心中喜欢哪一个语言 那么你会觉得潜意识地觉得这个语言会比较有前景 所以说大家这节课简单地听一下 我们主要看一下Python这个语言目前的一个占有率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上升或者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排行榜 是一个叫做Tuby的语言排行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每一种语言它的一个排名 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Tuby语言排行榜 它只能反映出某一种语言现在的热度 它并不能很真实地反映现在某一个语言它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是热度,这一点大家要把它给搞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依然是Java 它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大概是12% 然后第二是C,第三是C加加 这三个语言的位置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 自从我关注这个Tuby以来的话 前三基本上都有这三个语言 然后排名第四的是我们微软的这样一个C小语言 然后第五就是我们现在这门课程所要讲的语言Python 我记得在前几年Java它的这样一个排名数据的话大概是可以到18%的 但是到现在只有了12% 其实整个前三位的语言都是在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然后第四个C小语言它其实一直是在第四第五之间徘徊 好多年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的Python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中国一个欠减 虽然是负0.71% 但是这个只是说 2017年8月份最新的一个数据 但是从这几个月总体上面来说的话 应该是近一年吧 Python的总体的这个份额确实是提升了很多 之前Python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后面 还在大概第八第九的位置 总体上来看的话Python是在成一个上升趋势的 可能某一个月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摆动 那么其实从前三的语言它们逐渐下降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语言已经不再是被传统语言所把守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现在的语言可以说是一个百花期望的一个时代 那么Python它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大幅度增长 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认为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之前去用Python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拿Python来做这样的一个趴程 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些小工具 然后也有部分的开发者用Python来写外部 但是随着我们数据时代的来临 越来越多开发者喜欢用Python去做数据方面的一些研发工作 所以说Python的热度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 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从整个的语言的层面上来讲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的计算机的硬件性能很多时候是存在一个过剩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需要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了 所以说一旦我们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 那么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提到过两个效率 一个运行效率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开发效率 那么无疑Python确实是在开发效率上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也是Python现在它比较热门的一个原因 至于说Python的未来前景 这个我刚刚说了主观性是比较强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我们前几节课所取到的Python的一些应用场景来看 可以发现Python在未来它的一个应用领域将是越来越广泛 不会再仅仅是局限于做爬虫或者是外部 它还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Python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很不错的 相信随着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处理这些技术的重复的发展 Python的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不错的 好 最后我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语言这么多 我到底选择哪一门语言 我曾经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尝试着从语言的特点 本质以及它的未来的发展趋势 给大家去做一些回答和解释 但是最后我发现 不管如何分析 还是不能够根本的去解决大家的这样一个选择 和困难症的问题 因为本身来说的话 人的选择这个主观性就是非常的强 所以说如何选择归根结底 还是需要大家来思考 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思路 当你不知道选择哪一门语言的时候 你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 如果人的一生只能选择一门语言 并不存在一个多选的选项 那么你选择哪一种语言 每个人的答案也许都不同 但是我给出我的答案 Python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thank you